盖洛·拜尔德市长下午好 我是Larion Gaylor-Baird市长 欢迎您参加社区介绍会 马吉·普普再次加入我们的行列 提供口译服务 非常感谢Margie的光临 也感谢大家参与其中 以了解更多有关当地最新发展的信息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和亲人的安全 确切地说 大约在一年前的本周 即2020年3月6日 在内布拉斯加州确认了首例新型冠状病毒 大约在那个时候 女子州立高中篮球比赛按计划进行 但是我们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第二周的男子比赛却只限于直系亲属参加 去年的那一周对我们许多人来说 是疫情第一次真正成为现实的时间点 内布拉斯加州活动协会宣布改变男子比赛的第二天 NCAA宣布他们也将做出改变 NBA紧随其后 泡沫一词有了新的含义 今年的周高中篮球比赛 我们在社区中所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昨天我参观Pinnacle Bank竞技场时 我为林肯为安全举办赛事 并再次欢迎球迷再次来到州府而感到自豪 我们的社区被激怒了 PBA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准备参加约60场比赛 每场比赛有5000个席位 为了保护观众 每隔一排座位将被封锁 每八人一组座位 比赛结束后场地将被彻底打扫 有了这些安全预防措施 我们很高兴能够为我们的社区欢迎粉丝 重新参加这一标志性活动 NSAA在比赛中与我们的卫生部门紧密合作 并且孜孜不倦 今天 我们很高兴地欢迎NSAA执行总监J.Beller 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我们 杰伊 贝拉表示 NSAA很高兴能在林肯举行高中篮球比赛 他感谢公众采取COVID预防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盖洛·拜尔德市长谢谢你 J.林肯非常高兴地欢迎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所有年轻运动员 我们感谢您在这段时期的稳定领导 进入春天 我们的兴奋和乐观每天都在增长 当地COVID-19病例数和住院治疗已趋于平稳 我们的国家现在拥有三种安全有效的疫苗 希望每天带给我们走出大流行道路的希望 我很高兴地宣布 我们刚刚得知林肯兰开斯特县卫生局刚刚收到了第一批强生疫苗 卫生主管Pat Lopez在这里提供了更多有关这一重大新闻和我们在这一大流行中取得的进展的信息 帕特、洛佩兹谢谢市长 是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更加美好的日子 而我们正在进行的疫苗接种工作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提供针对COVID-19的保护的第三种疫苗 强生疫苗刚刚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剂量要昨天开始发货 本周的官员报道内布拉斯加州本周订购了15000剂强生疫苗 今天早上 我们在卫生部门收到了3000剂疫苗 我们正在将其纳入我们的疫苗接种工作中 强生疫苗比前两种疫苗有两个主要优点 这是第一个单剂量COVID-19疫苗 并且可以在常规冷藏温度下储存 从而使其更灵活 更易于运输和存储 FDA于周五批准了该疫苗 而CDC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则建议该疫苗周日在18岁及以上的人群中使用 第三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是我们疫苗库中受欢迎的补充 它有望帮助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供应 COVID-19疫苗可抵抗病毒 预防疾病并挽救生命 我们将继续鼓励人们接种可提供给他们的第一种疫苗 我们的卫生部门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Brian Health Kai Health Street Elizabeth 林肯外科医院和Blue Stem Health 以及长期护理机构现在已经注射了近8万亿千剂疫苗 其中52,000剂是第一剂 大约29,000是第二剂 上周 超过7,900名居民在Pinnacle Bank Arena的三个大型疫苗接种诊所进行了疫苗接种 周三 我们为2700名居民接种了疫苗 其中大多数是71岁以上的居民及其配偶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 我们为80岁及以上的居民提供了约5200剂第二剂 我们真的要再次感谢Arena员工 我们的合作伙伴 志愿者和卫生部门的团队 他们一直致力于为我们社区的人们提供疫苗 上周 我们还完成了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工作人员和成教人员的疫苗接种工作 这些工作人员在该州基本工人的优先考虑名单中排在第二位 并且 我们与林肯外科医院和医生合作 为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患者开设了疫苗接种诊所 本周 我们将收到将近8200剂的辉瑞和Moderna疫苗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最高分配量 有了其他强生疫苗 本周我们将有超过一万一千剂疫苗可以注射 我们的疫苗接种工作将包括现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的EB7其他人 以及计划进行第二次接种的其他人 竞技场仍然是我们疫苗接种诊所的理想场所 但我们很幸运能有其他符合我们要求的场所 如您所知 我们正在举行高中周历篮球比赛 在此期间 我们将在Speedway Village举办三场大型疫苗接种诊所 周三的第一家诊所面向70岁及以上的兰开斯特县居民及其配偶 我们已经联系了该年龄段的已注册接受疫苗的个人 并要求他们安排约会 人们需要预约才能获得疫苗接种 并且每个预约的人都有足够的疫苗 周四和周五的其他两家诊所是75岁及以上的居民的第二剂量诊所 当前还向该组中的个人通知他们的约会时间 卫生部门将与各种合作伙伴和志愿者合作 提供额外的支持和协助 以帮助确保所服务人群的可及性和行动性 该周对基本工作者的优先考虑的下一个是教育工作者 我们将在周六在61岁及以上的需要教育者 以及与无法戴着口罩的学生一起工作的人的需求中心设立诊所 这些人目前正在注册他们的约会 我们还与布莱恩健康合作 在本周围需要第二针疫苗的严重健康状况人士和其他严重健康状况人士开设诊所 我们正在与医生合作以识别那些居民 我们的网站covid19.linkon.na.gov上有疫苗信息页面 其中包括每个阶段的优先级列表以及当前正在接种的人员 我们想提醒您 获得疫苗的第一步是在covid19.linkon.na.gov上 使用安全的在线表格进行注册 该表格有英文和西班牙文两种版本 随着剂量的增加 将与已注册的人联系以安排预约接种疫苗的时间 登记对所有县居民开放 那些无法在线访问或需要帮助的人可以拨打covid19.linkon.na.gov 热线402.441.8006进行注册 我们的卫生部门还提供口译员 以帮助说其他语言的呼叫者 我们将继续改善我们的诊所流程 以使接种疫苗尽可能安全和顺利 上周 我们很高兴在我们的其中一个诊所欢迎总督 他称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手术 他拜访了一些接受疫苗接种的人 他们分享了他们的积极经验 他还亲自了解了一些新技术 我们推出了一个电子化的自动化系统 可简化办理登机手续的过程 它基本上是五指化的 使我们能够实时跟踪诊所的疫苗接种情况 现在 平板电脑已用作办理登机手续的一部分 而疫苗站中的笔记本电脑则允许 以电子方式输入疫苗信息 完成的疫苗接种将立即显示 新系统效率很高 并且不需要额外的数据输入 我们在当地的疫苗接种信息 会上传到本周的免疫信息系统中 本市的技术团队在实施这些流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我们一起的是本市首席信息官David Young 谈论最新进展 大卫、杨说 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已经与卫生部门的人员合作进行了该过程 如果您访问本市的网站或栏开斯特县的网站 则只需单击立即注册 注册后 您的信息将存储在安全的系统中 卫生部门会将您添加到人员列表中 已接收预约的电话 在线注册只需要大约一分钟 该信息已宇宙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共享 帕特、洛佩兹大卫 我想再次感谢您为这一重要过程所做的工作 我们对这些技术改进感到非常满意 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有多少个市政府部门和部门参与了我们维护社区安全和受保护的工作 当我们努力将疫苗注射到更多兰开斯特县居民的怀抱中时 我们也必须继续采取预防措施 原因之一是该病毒在不断变化 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变种 上周六 我们确认该州已在内布拉斯加州鉴定出13例变种 包括兰开斯特县的一例 变异株称为B1.429 也称为加利福尼亚变异株 它是在内布拉斯加州公共卫生实验室通过特殊测试确定的 该当地病例被确定为60多岁的男性 我们正在继续进行目前的调查 同样 这并不意外 就在两周前 来自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劳勒博士参加了这次简报 以分享有关疫苗的变体以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息 如果您错过了劳勒博士的言论 可以在林肯·兰开斯特县卫生局的Facebook页面上找到他们 人们对加利福尼亚变种值之甚少 但可能更容易传播 由于变体可以更轻松 快速地传播 因此可能导致更多的COVID-19病例 迄今为止的数据表明 尽管正在进行研究 但目前的疫苗仍应提供针对变体的保护 科学家正在研究变体 有关变体的新信息正在迅速出现 我们将继续密切监视局势 并在获得新信息后 确定对我们社区的潜在影响 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更多与变体有关的本地病例 这时我们想起需要保持谨慎 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继续采取预防措施 这些措施已被证明能减缓COVID-19的传播 戴上口罩 注意您的距离 并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 洗你的手 生病时留在家里 避免拥挤的地方 紧密的接触和狭窄的空间 在您可以使用COVID-19疫苗后立即接种疫苗 现在 我要转到我们的COVID-19风险表盘 我们用于确定刻度盘位置的大多数指标在2月份趋于稳定 因此 表盘将连续第三周保持在黄色中间 新的每日病例的7天滚动平均值显示 整个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 病例数在44到52之间波动 现在 我们已经连续三周看到不到每周350例病例 截至2月27日的一周 我们现在只有338例新病例 我们已完成的测试数量仍然很低 截至2月27日的本周刚刚完成了1500多个测试 1月和2月初 当地住院的COVID-19患者数量有所下降 但现在已经稳定下来 自2月11日以来 我们每天住院的27至40名COVID-19患者之间有所波动 今天 我们报告有40名患者住院 其中25名来自兰开斯特县的社区成员和15名来自不同社区的社区成员 今天终于在今天 我们对仪表板进行了一些改进 以向公众提供有关疫苗接种的更多信息 我们的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之一汤米、乔治与我们一起展示了这些变化 汤米、乔治描述了我们在COVID-19仪表板上可用的新信息 包括疫苗接种数量 暗种族 种族和年龄分类的人口统计数据 每周计量的数量以及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数 帕特、洛佩兹谢谢你 汤米 还要感谢我们的客人 杰伊、贝拉和大卫、杨、盖洛、拜尔德市长最后 我们鼓励每个有条件的人都接种疫苗 在临床试验中 我们将要使用的所有三种疫苗Moderna Pfizer和Johnson与Johnson几乎100%可以防止住院和死亡 服用第一种可用的疫苗 帮助保护生命和生计 该过程的第一步是进行注册 以便在轮到您时得到通知 林肯郡和兰开斯特县居民可以通过安全的在线表格进行注册 正如洛佩兹局长所说的那样 该表格以英语和西班牙语提供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那些无法在线访问或需要帮助的人 可以拨打卫生部门的热线402、441、8006进行注册 通过接种疫苗并采取聪明的步骤 戴着口罩 洗手 看着我们的距离来互相保护 我们将一起抵抗这种病毒 谢谢你 市长盖洛·拜尔德关于COVID-19的社区简报的准备发言到此结束 每次社区简报之后 媒体都有一个简短的问答机会 不会被翻译 如果您对今天的通报 定向的健康措施或与COVID-19相关的任何问题有任何疑问 请致电林肯·兰开斯特县卫生局的冠状病毒热线 电话号码是402、441、8006 无论社区成员说什么语言都可以使用 当卫生部门的员工接听电话时 说出您说的语言 您将与说该语言的员工联系 或者将提供口译员来帮助您 另外 请在林肯市的COVID-19响应网站上找到最新信息 网址为covid19.linkon.na.gov 该网站信息可直接通过网页上的Google翻译工具 以多种不同的语言提供 只需从COVID-19响应右上角附近的 翻译此页面列表中的可用语言列表中选择语言即可 此外 林肯的COVID-19响应网站上还包含指向性健康措施 和其他重要信息的.pdf翻译链接